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Hi,大家好,我是小春 我們今天來看陸服的遊園賞村 就是台服跟星馬服準備出的那個 4月1號大活動 我們點進來看一下 裡面有123455個活動 然後按照慣例 對,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拉霸 這個4月7號 OK 好,咱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吧 拼圖懸寶 來看一下 也看起來像是一幅畫的感覺 好,我們來瞭解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用於祕寶助力 每次使用可砍200至500元寶 蛤加券 這麼另類道具 然後看起來 沙加券還蠻多張的 然後查看一下獎勵好了 查看獎勵的部分 這是什麼 風箏 這次的稀有道具 然後這是 隨機包 這邊也有沙加券 蠻神奇的啊 然後剩下的獎勵看起來 普普通通啊 然後祕寶助力 這個是 這個是 哦,我懂了 可以拿殺價券進行殺價 這個原價7500 你最多可以砍6000 等於說這個可以1500塊獲得 這個是什麼 六幾寶石包 六幾寶石包1500元寶 算蠻便宜的 然後這個可以砍4800 等於說剩下1200 然後5顆這個也不錯 然後400個砍下來剩1200 400個聲望 蠻划算的 400個九陰 哎,不錯耶 蠻有想法的這一次 然後這是什麼 邀請好友助力 好友助力 每次可隨機減少5-800元寶 每天可以助力3次 然後每天可以被助力3次 哦 哎,不錯耶 這一次的折扣幅度還蠻大的 可以啊 也可以砍架 然後又可以給別人助力 可以可以可以 這一次的給過 他有想法的 OK 再來 對換商城 有一個稱號 江山儒化 全體俠客攻擊1% 血量2000 護甲100 有全體俠客攻擊1%的都還OK啊 然後這個江山儒化看起來 來 應該算蠻好看 再來 夾克時裝 這什麼 冬流 欸 史詩 攻擊加300 護甲加150 血量加3000 啊 沒有特殊能力 太神奇了吧 難道這件是免費的嗎 哈哈哈哈 這麼香哦 咱們來看一下吧 好吧 看起來果然是一副免費的樣子啊 真的是有夠破 哈哈 咱們來看一下 他總共需要換50次 所以要 欸 150朵風箏 禮包商城 嗯 免費7天 總共35朵風箏 35朵風箏 算起來的話 這邊還有 3朵 6朵 16 26 29 32 32 32加35 等於30 等於67朵 欸 不對啊 67朵 那 那怎麼免費啊 嗯 沒了欸 選保任務 2 4 6 80 每天有100個五彩石 這是每日任務 所以總共有700個五彩石 700個五彩石 可以拿來 哦開這個 這樣算起來 這邊 對700 剛好可以全開 所以不會有額外的獎勵了 等於說你免費的風箏 就只有60多個 等於說 這一件 呃 這一件史詩要課金才會獲得嗎 欸 欸 實在是有點妖獸欸 我一直以為這件是免費的 這個 總覺得 獅像不太好看啊 一件史詩竟然要錢 可憐喔 不知道怎麼講啊 就是 嗯 雖然是感覺起來折扣下來沒有多少錢 就可以買了 但是我覺得 這遊戲 對無客也未免 太悲慘了吧 連 連 這一種史詩都要錢 真的很可憐啊 唉 好 咱們繼續看下一個吧 青 鳥 刺 五 看一下 呃 呃這個就是嗯 留言 然後第十天的時候可以拿到一個百花齊棒 啊免費的對箱 ok 再來 什麼 大青 什麼什麼的 哦這個哦 這個就是啤酒啦 之前那個什麼活動的時候就有出現嗎 ok 這個一樣沒創意再來 最後一個百步穿陽 百步穿陽裡面有一個 欸 稱號 春光明媚 然後這個應該錯誤吧 竟然還顯示春滿庭 哇 這個工程師在偷懶啊 偷懶喔 然後這個春光明媚看起來還不錯啦 然後啊這什麼東西 哈哈 原來是張三豐的那個 牛的時裝啊 然後竟然顯示不出來 這工程師也太偷懶了吧 看一下 這工程師 這工程師 是怎麼長大的啊 搞可憐呢 然後這邊可以拿一個 應該是木桶的 氣泡框 也是綠綠的嗎 好看一下 這次幹嘛 每天可以射箭 這個 這個 天啊天啊天啊 這個這個模擬器玩不了 ok 這個我在Z媽玩好了 這個就是簡單射箭啊 然後可以拿到積分這樣 然後禮包的部分 看起來也是了無心意 然後反正這個禮包蠻爛的 等於說如果要拿到這個 的話應該蠻便宜的 然後射箭可以拿到 一些 可憐的元寶 好啦 我竟然 這麼快就介紹完了 這一次的活動 我只有一個字而已啊 爛 就是等看看這個 打吧看會不會有轉機吧 不過老實說我真的沒有想過 為什麼史詩實裝竟然要錢 唉 這個真的很可憐 不知道公司已經窮到 連史詩都要付錢了嗎 給別人白跑不好嗎 雖然這樣算起來應該沒有多少錢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感覺問題 竟然 要玩家付費才買這些史詩實裝 真的是有點破啊 好悲劇哦 好啦 這是前七天的浪活動 好啦 那先介紹到這吧 等到台服出了 我們再來算一下價錢吧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小春 咱們下次見 拜拜